我看像你多一点 我人还没死怎么会在上面 你怎么一点都不顾忌 还在我面前提死字 我本来是有点顾忌 可是我看你生龙活虎的 我就不担心了 当然比我有担心了 你的担心留给蓉蓉吧 怎么换你这么没有顾忌 居然在我的面前提蓉蓉 你知道吗 你爹最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他的近些姓氏异症呢 没错 他真的很厉害 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一转眼 他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他这个功夫传授给你没有 你说呢 应该练得还不错 可是呢 还没炉火纯青呢 那你已经炉火纯青了吗 这个当然咯 我快得到升天了 我刚才说什么 我却忘了 怎么办 忘了就算了 你啊 也早点休息吧 说不定你爹 已经在天上呼呼大睡了呢 你可是晚安 是什么事情 谢谢你 你感谢你 你不靠近 你游动 我 你 swim 你不是总是 我 你不靠近 你 我 不是 全都睡得跟死人一样 那个凶巴巴的中年汉 大汗的声音这么响 一点都不像武林人士 半点可疑的地方也没有 看来真像楚大哥所说的 都是凑巧来的而已 谁啊 你不去吧 我们下山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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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识味 哇 不会是到了亡魂海了吧 明明甲板上没有水啊 会不会是水鬼啊 哇 不能再想了 不能再想了 没事了 那些走的船员太讨厌了 替什么亡魂海亡魂海的 害我现在这样 你干嘛叫吓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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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我见鬼了 你肯定是鬼吗 而且还是一个女鬼 只有上半身在这里飘来飘去的 好恐怖啊 你少在这里谣言获重 弄得大伙急心吊胆的 怎么干活啊 我是说给我自己听 我又没有说给你听 你干嘛在这里偷听啊 偷听 你再说 你想怎么样 再说 有话好好说嘛 干嘛动手动脚的呢 是不是 这船真是藏龙卧虎啊 有趣 有趣 是 我看是卧鬼藏魂吧 这船上的女鬼 定是给些爱出风头的坏男人给骗了 要来报仇的 搞不好 是要找那些爱忍乔日讽的女人 也不一定啊 好了好了 大家休息吧啊 就在那里啊 我真的亲眼看到 竟敢惹到老虎头上来 楚大哥就这么一抹 就能要了他的命 你在想那女鬼的事吗 嗯 要是真的有女鬼 我还真想见他一面呢 你胆子那么大 如果真的是女鬼的话 那可就不好玩了 不 这个女鬼 可能关于楚大哥的身世 嗯 有可能 是当年跟楚大哥沉船来中原时 在船上被杀的其中一个人 但是 你就不怕吗 怕什么啊 那个女鬼说了 可要找一个爱出风头 爱说谎话 嗯 嗯 但是 我倒是觉得 样样都是她的写照哦 别乱说话 小丫头 嗯 早点休息吧 嗯 怎么了 鼻子痒 嗯 这么晚你还不睡啊 整夜都睡不着 眼睁睁的到天亮 还在想那女鬼的事啊 啊 想到那个女鬼就害怕 本来想找你一起睡 又怕打扰你 怕什么 我也没睡啊 你是想起灾心前辈了 嗯 你不要难过嘛 人总是会有一死啊 不是伤心 只是挂念罢了 来啊 就借我的肩膀给你哭一场 哭完了就没事了 你 你笑什么啊 女人的肩膀不好哭吗 那 我找楚大哥的借你哭 他不会借的 因为他知道我用不到 哎 你干嘛摸鼻子啊 嗯 没有啊 只是觉得 他这个动作很有趣 学着玩咯 什么有趣啊 是很碍眼 很丑才对 楚大哥这个习惯真怪 他一定是觉得他鼻子很美 所以才老是摸着 嗯 他摸鼻子 是有原因的哦 什么原因啊 别人的事 我也不好讲啊 你自己去问他啊 嗯 好困哦 我要再睡一觉 不用叫我起来吃早饭了 天儿那个傻丫头也真是的 鬼有什么可怕的 有时候人比鬼还可怕呢 你别的提什么鬼的了 也没运气其他人的魁慌 好吧 你昨晚这么露了一手 他们都怕了你了 我就是要他们怕我啊 有所顾忌的话 他们就不敢乱来了 哈哈 救命啊 听到没有 救命啊 有人喊救命啊 哎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救命啊 快把他们救上来 是是是是 对不起 天儿姑娘 看你很累的样子 还要你特地来为我医治 没关系 谁叫我懂得一点医术 上官兄 你刚才说在海上遇到的强盗 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了 他们大概早就被海盗杀了 只有我还有何大叔 能够逃过这一劫 你有不懂的武功 怎么能够躲掉海盗的追杀呢 啊 是这样的 年轻的时候 家父曾强迫我练过两年少林拳 幸好我会这点武功 才保住性命 可惜 我救不了其他船员 怪不得啊 看你的肌肉 有习武之行 却无习武之实 忍着痛哦 少爷 你没事吧 没事啦 只是脱臼而已 现在好了 不知上官兄要去哪里 说不定我们可以先送你去啊 本来 我们打算去安南 去那里找做生意的家父 但是 路途太远了 实在不好意思 那正好 我们也要去安南 顺便送你吧